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乐歌 你一定听说过四父情节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在图腾与禁忌义书中提出 在人类发展早期 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利 当儿子长大后 一旦拥有与父亲抗衡的力量 就会产生反抗父亲的想法 这就是四父情节 尽管这一理论 并不被很多学者所认同 但我们依然很疑惑 为啥父子之间矛盾这么大呢 为什么人们常说 父子是上辈子的仇人 也许看完这个故事 你就会明白 星期一离家12年的爸爸回来了 以万和安德烈非常惊讶 因为从小是妈妈和奶奶 把他们抚养长大 他们对爸爸没有一点印象 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他们忐忑又兴奋 但更多的是压抑和疏离 他们找到了唯一一张爸爸的照片 安德烈有些欣喜 没错他就是爸爸 吃饭时 餐桌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爸爸 他到酒时 兄弟俩动也不敢动 安德烈很崇拜爸爸 可以万却对爸爸很是反感 爸爸跟他们问好时 以万淡淡的回 你好 安德烈却说 你好爸爸 接着爸爸下达命令 我们要去旅行 明天一早就去 晚上以万和安德烈讨论着爸爸 他从哪里来 他是干什么的 这些都是未解之谜 其实爸爸回来后 妈妈就想让他给两个男孩上一课 因为父亲的缺位 两个男孩严重缺乏男子汉气概 就在前两天 他们和其他男孩一起玩跳水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试炼勇气的比赛 安德烈跳了下去 可以万却没有 他站在高台上 瑟瑟发抖 直到妈妈来找他 以万哭着说 我必须跳下去 不然他们会叫我笨蛋 第二天 以万被嘲笑 就连哥哥也看不起他 他不服气 就和哥哥打了起来 妈妈很担心 所以丈夫一回来 他就提议带孩子们去旅行 让丈夫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星期二 爸爸带着两个儿子出发了 路上爸爸跟以万对话 见爸爸语气加重 以万正在皱着眉头 心不甘情不愿地叫了爸爸 爸爸说话都是命令的口气 这让以万很是不爽 但如果按照他说的做了 爸爸又会说谢谢 来到一个小镇 爸爸让安德烈去找找 哪里可以吃东西 安德烈问怎么找 因为他从未独立做过事 爸爸答 问问别人存货 安德烈赶紧下车 丝毫不敢怠慢 等待死 爸爸的目光锁住了一个 体态妖娇的女人 以万目光如刀 对爸爸这种行为此之以彼 等了三个小时 安德烈还没有回来 原来他被几个玩耍的孩子所吸引 忘了时间 在妈妈的宠爱下 兄弟俩都没有时间观念 反正无论他们怎么拖延 妈妈都会去找他们 但爸爸却不关着他教训道 我们在等的时候 你却在这里观看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对吗 安德烈还想找理由 爸爸粗暴地打断了他 安德烈被爸爸的气场压倒了 只能说 我再也不这样了 爸爸 爸爸微微笑 好 吃饭 看到爸爸这么教训哥哥 以万起了逆反心理 他故意说自己不想吃饭 也不想去饭店 可爸爸却揪着他的胳膊 强行把他带到了饭店 上菜后 以万一口都不吃 爸爸又命令道 以万 你有两分钟时间清干净净的盘子 说完就开始倒计时 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笼罩了以万 但他依然决定对抗到底 他随意把玩这一块面包 只剩下三十秒了 他有些害怕决定先离开 可爸爸却一把抓住了他 命令道 坐下 然后吃你的面包和汤 明白了吗 以万瞪着眼睛不服气地说 是 可一万就是不肯叫爸爸 吃完饭 爸爸去打电话 把钱包交给安德烈 让他去付钱 付完钱 他们拿着钱包走了出去 但却被小混混盯上了 看到这一幕 爸爸并没有出去帮忙 兄弟俩不堪一击 钱包被抢走 安德烈大喊 爸爸 他们偷了钱包 抓住他们 在妈妈的庇护下 兄弟俩习惯了遇到问题 找妈妈 但爸爸却冷冷地反问 你能自己做这个吗 说完 他开车去追 把那小子逮了回来 爸爸说 他打了你 现在做 你想对他做的是吧 可兄弟俩却怂了 原谅了这个强盗 爸爸对他们失望至极 你们裤装里都没有东西 作为男人 不能迷恋暴力 但也不能拒绝暴力 有时候 暴力是解决问题 最好的手段 安德烈辩解道 爸爸 我还没做好准备 爸爸说 你应该随时 做好准备 如果我没有拿回这些钱 该怎么办呢 而一万却死盯着一件事 你看到了 为什么不站出来 如果是妈妈 一定会站出来的 爸爸似乎也难以反驳 只是让他们带好东西 坐车回家 旅行取消了 一万满腹脑骚 安德烈不明所以 安德烈说 就是因为你在餐馆里 耍脾气 一万却说 他又不在乎我们 两人争吵架时 爸爸又让他们下车 旅行继续 这只是爸爸给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惩罚 他们刚才做错了 就必须得到惩罚 爸爸带他们来到海边 安德烈下车欣赏风景 一万则用望远镜暗中观察 他看到爸爸正在和一个人交易 还把一个大家伙放进了车里 接着他们来到海边露营 兄弟俩都很开心 夜幕降临 海水混合着傍晚的夕阳 呈现出梦幻的青蓝色 青青蓝湖畔 离离两少年 可在这短暂的美好之下 尝着的是对权力的试探 他们就像是被困在塑料袋里的鱼 顺从的试探者如何突破眼前的薄膜 吃饭时 他们尝试着问爸爸一些问题 可得到的都是默认两可的答案 这更加深了乙万的疑虑 这里是哪里 爸爸从哪里来 他又去过哪里 到最后竟然发现 他对这个爸爸一无所知 一种可怕的念头忽然出现 爸爸就像野兽一样 毫无征兆地出现 他会在森林里撕裂他们的喉咙 安德烈根本不信 乙万却吼道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爸爸 你为什么信他 等他拿出刀死 看看我们谁是白痴 乙万越想越怕 他抽气着说 我想回家 安德烈只好转移他的注意力 明天我们去钓鱼 星期三早上 安德烈在睡觉 乙万在钓鱼 钓得真起劲时 爸爸却让他们收拾东西离开 乙万极不情愿地收了鱼竿 一路上不停地抱怨 爸爸不愿其烦 把他请下了车 随后爸爸驱车离开 这里荒雾人烟 没有回去的办法 也没有继续前行的可能 这是一场漫长的放逐 后来又下起了雨 乙万被彻底淋湿 他心里充满了绝望 无助和懊悔 当然还有怨恨 忽然喇叭声响起 爸爸来了 乙万质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们来 你不需要我们 没有你 我们也过得很好 爸爸说 妈妈要求我和你们相处一段时间 我也想和你们相处一段时间 乙万质问道 为什么 为了奚落我们吗 乙万痛哭流气 但他现在也只能屈服于爸爸 半路上车子陷进了泥潭 爸爸让他们下车砍一些树枝 安德烈照做 爸爸教他把树枝放到车轮底下 但安德烈却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还抱怨道 为什么你不自己做 在他的观念里 所有问题都应该是 妈妈解决好的 爸爸打了他一巴掌 鼻血流了出来 在恐惧不安中 安德烈终于放好了树枝 爸爸又让安德烈去开车 最终三人合力把车子整了出来 爸爸赞许道 干得不错 安德烈露出微笑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 靠自己也能做好一件事 星期四 他们来到一座 海边木屋 爸爸让乙万取了沥青 加热后涂抹木船 这样木船就不会渗水了 他们要去一座小岛 两个男孩对爸爸要做什么 一无所知 只能被动的配合 给木船装好发动机后 他们就出发了 刚开始 两个男孩都很兴奋 荒岛探险 听起来都很刺激 可走到一半 发动机熄火了 爸爸让他们划船 这时又下起了暴雨 雨大风急 兄弟俩划得非常艰难 可爸爸并没有打算替换他们 只是在一旁给他们加油呐喊 乙万说 我划不动了 爸爸鼓励说 你可以的 在这种极端环境的刺激下 乙万爆发了 他大喊着 努力划吧 你会变得更加强壮 终于他们成功靠岸 爸爸开始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在荒岛生存 从搭帐篷生活开始学起 休息时 爸爸还给他们喝了烧酒暖身子 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那么坏 可乙万的怨恨却越来越深 他并不觉得爸爸的行为是在磨练自己 那只是一个陌生男人 对自己的百般折磨 他甚至对安德烈说 如果他再碰我 我就杀了他 星期五 乙万从帐篷里偷了一把刀藏在身上 今天 爸爸要带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岛 他们来到一座灯塔高台 和家乡那个差不多 爸爸让他们爬上去 乙万又害怕了 他以腿上为友留在了下面 爸爸和安德烈爬到了最高处 从高处俯瞰整座小岛 壮观而辽阔 乙万很羡慕 但他还是没有勇气爬上去 这时又下起了大雨 回去后 安德烈和爸爸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休息时 他还给爸爸讲了一个笑话 吃完饭 爸爸对乙万说 安德烈和我去找些木头 你来洗碗 最后吃完的人就得搞清洁 乙万无话可说 但却越想越气 对于爸爸的强权和控制 他产生了报复心理 他把爸爸的碗丢进了大海 虽然意识爽了 可他心里却很害怕 他怯怯地对爸爸说 你的碗被浪卷走了 爸爸其实什么都明白 可他没有发怒 只是问 那我现在用什么吃饭 乙万道了歉 爸爸准备叫他做一个木头碗 可乙万却只想去钓鱼 爸爸就让他们去找虫子 等兄弟俩离开后 爸爸来到一座废弃的木屋 然后在地下挖出了一个金属小箱子 兄弟俩出去找了一圈 一无所获 也来到了小木屋 并在坑里发现了很多虫子 爸爸把金属箱子藏到了船上 不久后 兄弟俩带着虫子准备出海钓鱼 安德烈觉得要得到爸爸的允许 可乙万却要狮子出海 爸爸叫住了他们 安德烈说了他们的想法 爸爸没有阻止 而是把手表给了他们 让他们一个小时候回来 兄弟俩在近海钓了很久 一无所获 爸爸规定的时间快要到了 乙万却想走远一点 起初安德烈并不同意 可架不住乙万的请求 他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船上 在水坑里找到了一条大鱼 回去后 他们兴奋地向爸爸展示他们的成果 但爸爸却质问道 安德烈现在几点了 他们本来应该三点半回来 可现在已经七点了 一万拿出了刀 怒吼刀 如果你不那么可恶 我会爱你 可你比别人更可恶 所以我恨你 见儿子情绪激动 爸爸解释说 你错了儿子 可一万没有听他解释 丢下刀子逃了出去 爸爸担心他有危险 追了上去 一万一路跑到高台 这一次 他克服了心里的恐惧 拼命攀爬 爬上去后 他还盖上了盖子 爸爸死了 他还没来得及解释 我只是在考验你们 让你们变成真正的男子汉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万瞎傻了 但恐惧过后 他们变得异常冷静 似乎爸爸的死 换来了他们真正的成长 安德烈代替了爸爸 对一万发号施令 听好了 我们必须把他带走 接着安德烈又命令到 拿斧头 我说了去拿斧头 白痴 这完全是爸爸的语气 一万只能服从 那一夜 他们砍了很多树枝 做成了担架 并把爸爸从高台 拖到了岸边 星期六 兄弟们把爸爸的尸体 放进了船里 这时他们才发现 爸爸偷偷修好了发动机 迎着微红的朝阳 两人开始返航 他们愣愣地看着爸爸的尸体 回想这一周发生的事 感觉就像是一场梦 忽然 船底撞到了石头 发动机又熄火辣 面对着突发的危险状况 兄弟俩想起了爸爸 教会他们的东西 他们赶紧起身划船 没多久就成功靠岸 他们卸下了所有东西 但却忘了固定船只 当爸爸消失的那一刻 伊万才发自内心地喊出 爸爸 直到此刻 他才意识到 爸爸意味着什么 而安德烈却冷漠地 看着这一切 因为他已经不需要爸爸了 回到车里 兄弟俩翻出小时候的那张照片 却发现爸爸消失不见了 或许 爸爸从一开始 就不存在 也或许 爸爸已经融入了 他们的骨血里 回归是安德烈 萨金赛夫指导 2003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安德烈的导演处女作 获得了当年 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处女作 以及金石奖 俄罗斯影评人协会 最佳剧本 最佳新人 和最佳电影奖 这是一部有着 多重象征意义的残酷预言 包含了宗教 哲学 伦理学 政治等等 我们就抛砖引玉 来简单聊聊 关于电影里 父子关系的一些感想 当然 因为这只是一个预言 下面出现了打败 杀死 或者敌人 只是一种权力层面上的 或者象征意义上的 首先 父亲是毫无征兆 突然出现的 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 一开始是只有母亲的 妈妈充当着保护他 补育他的双重角色 对于爸爸 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这个陌生人 是突然冒出来的 是来跟他抢夺妈妈的爱 和注意力的 父亲出现了 他的作用是要让孩子 拥有男子汉气概 因为男人的世界 就是征服和被征服 包括父亲和儿子之间 也是如此 这就需要父亲这个角色 去教会儿子 如何锻炼勇气 如何变得强大 而在自己还不够强大时 就要学习如何服从 如何生存 如何依靠自己 去处理复杂的问题 男孩在进入社会前 就需要进行人生第一场权力争夺的试炼 而这场权力的对抗就发生在父子之间 通过对抗父权 他可以衡量自己的力量 当然 这种力量指的是综合实力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快速适应外面的世界 有人说儿子终将战胜父亲 夺取父权 而当男孩完全成长为一个男子汉时 他最先杀死的一定是父亲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残酷的说法 父亲就是儿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个敌人 父子之间最好的一种结果就是 父亲交汇儿子 打败了自己 可还有一种悲剧就是 儿子被父亲打败 一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里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